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聊一下我们当下太极拳 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 很多的太极拳现在存在着误区 最大的误区在什么地方 最大的误区还是大家的没有找对方向 太极拳到底是练什么的 很多人没有把这个主旨的问题给解决 很多人在练太极拳的时候呢 夹杂了一些不科学的外在的 强加的一些练习方法 这些练习方法呢 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依造出来的 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它是不符合我们太极拳练习的这个 思想思路 这个练习太极拳的这个规律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的太极拳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 打打杀杀的那种直来直去的那种拳术 太极拳讲究的是 四两拨切斤 它要呢 以柔克刚 所以它有它独特的练习方法 那么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许多的 夹杂的许多练习方法呢 都是人们凭着这个想象 依造出来 然后呢 广泛传播 形成了那一种在社会上的广泛的一种误解 这种误解呢 就严重的阻碍了我们很多练习太极拳朋友的这个练习的步伐 练习的这个效率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的几个主要的这个练习误区吧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的太极步 很多朋友在练太极的时候呢 我先走步 先去呢 走这个太极步 想把这个太极步练出来 甚至很多朋友呢 在练习太极拳呢 把拳架扔了 主要的走到 走到哪里呢 都练练太极步 脉步如猫形 成了一些人呢 练习太极拳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追求的目标 其实呢 我们的脉步如猫形呢 并不是要你们呢 在练太极拳的时候都像猫那样去走 它是呢 练习太极拳 练达到一定程度以后 练出功夫以后的 那是一种功夫状态 而不是像猫一样去走步 那么这个这个误区呢 影响我们很大一部分人 很多的朋友 特别是岁数呢 大一点的朋友 都愿意呢 去走这个太极步 实际上 这是非常这个不科学的 太极步 啊 是一种武术 武功夫的状态 不是你单纯去走太极步 能够把太极功夫 啊 列上身的 那么这是我要说的呢 第一个误区 那么第二个误区呢 我们很多朋友在练 那个斗大的杆子 这个斗大杆子呢 是练习力量啊 这个臂力啊 一种的一种手段吧 练习我们那个手部力量啊 肘部 一绑的力量 但是我们的太极拳呢 他没有说要 要你练这个力量 因为他是不是以练力量为主的 那么我们很多的朋友呢 就在抖那个大杆子 这个抖这个杆子呢 大家伙呢 把它当也当成了一个 主要的练习手段了 实际上这个练 赌杆子呢 它不是太极拳本身的东西 是别的拳在练这个东西 然后呢 一些人呢 又把它附加到太极拳里面去了 第三个 这个误区呢 有些人呢 在练发劲 那么在太极拳里面发劲呢 它是严重错误的一个观念 因为练发劲呢 它会让你呢 走起来呢 走的每一个招式呢 失去你的那个慢云稳成 远整松柔的那种状态 我们练习太极拳 要练成那种慢云稳成 远整松柔的这种状态呢 就很难 因为我们要练出功夫呢 要脚下呢 伸根 要扎根 那么你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呢 你发力呢 那走起来的这个路线呢 就变成了一种直接的 没有那种圆满 圆范的那种走动的那种 那种运动规律 就破坏了太极拳 圆 这个圆的这个运动规律 所以呢 我们练太极拳 一定要不要在圈架里面 给发力 发力呢 很多人都容易上当 都容易觉得发力很厉害 发的力呢 很这个很猛 都会认为这个猛 是太极拳的东西 实际上 我们很多朋友呢 都是误解了 太极拳没有讲究猛 他讲究的是 是你的松沉劲 是你的那种绵绵不断的那种 劲 是让人呢 抓狂的那种呢 缠到身上的那种劲 而不是那种呢 我们外甲犬的那种一击 要击倒对方的那种功夫 所以发力 在我们的太极拳里面呢 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希望大家呢 一定的 认真的体会 对方的误导 对方的误导 是 对方的误导 对方的误导